自首可热的手机游戏《精灵宝可梦》 Pokemon GO上个星期在五国上线之后 引发了捕捉小精灵的热潮 但是也引发了不少的安保争议 为了提醒民众不要为了游戏牺牲自身和他人性命的安全 陆路交通局今天提醒所有公众在驾驶时 切勿分心玩游戏 一旦落网将面对300令吉的罚款 陆路交通局总监拿督纳兹里希伦今天表示 无论驾驶人士是使用手机通话或玩精灵宝可梦游戏 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 一旦酿成交通意外或人命伤亡 违法者可以在1986年陆路交通法令下面对司法审判 为此他促进公众专心驾驶 另外随着伊斯兰发展局不允许穆斯林参与精灵宝可梦游戏之后 击打伊斯兰裁决理事会 今天也跟随脚步 以精灵宝可梦破坏宗教信仰为理由 禁止穆斯林捕捉小精灵 并要求政府禁止这款游戏 请不吝点赞订阅